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浅上神更非寻常女仙 这要是一不小心 恐怕小命都没了 原本大家想着 白浅上神的亲子女奉九女君再可以请女君来 毕竟白浅上神舍不得责怪女君 而夜华太子就更不好意思责怪了 谁知出了花下棉这装饰 女君竟被东华帝君暴走了 想来想去 本着亲戚的原则 大家一直推崇了连颂 可连颂也很为难 他也曾在凡间历劫 知道这闹洞房的事情本是平辈之间的事 他虽说一表人才风流倜傥 相貌的年轻程度不输小辈 但好歹实实在在的辈分放在那里 带着人闹洞房 恐怕不太妥吧 原本以连颂的身份 是不必被这些神仙如此玩笑的 可今日大喜 自己若是以身份说事儿 就当真是没什么趣味了 没法子 连颂只好一路上 对诸位神仙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可奈何大家并不买账 推推嗓嗓来了这喜无功前 讨论的倒是热火朝天 可就是谁也不敢踏入一步 思命月发觉的无趣 退后几步站在那喜无功前的一颗菩提树下 将身子靠在树干上 百无聊赖的看着众人吵闹不休 心想着 这若是凤九殿下在 恐怕早就一不做二不休的创了进去了 毕竟这四海八荒论其胆是魄力 青秋白家当真是首屈一指 大约是太过吵闹 终于喜无功里出来了个人儿 领着一个小团子 一脸紧张的朝着大门这边走来 嘘 各位神仙们切勿再次吵闹 否则 小心太子该不高兴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奶奶 领着的小团子也正是阿里 神仙们原本吵闹不休 此时听见奶奶这么一说 加之其一本正经的面孔 大家有些好奇 就连一直以身份资金的连颂也忍不住道 叶华她喝醉了 恐怕早就睡着了 奶奶一看 这说话之人竟连三殿下 于是连忙双吸一曲 道 奶奶不知三殿下在此 势力之处还请殿下原谅 连颂一挥扇子 道 无妨无妨 只是你说话这么小声做什么 理念怎么了 我等在此这么久 怎么半天不见公额走动呢 奶奶回头看了看长生殿 然后一脸尴尬的做手势 请诸位后退一步 然后自己出了门 转身再把喜无功的门小心翼翼的关上 一系列操作之后 奶奶才小心翼翼道 今日太子大婚 一早太子殿下就吩咐今日无需伺候 让大家都出去参加婚宴 一直到明日才能回宫 奶奶说完 又看了看阿里 道 因为小殿下无人照看 我便留在宫中照顾殿下 只是 也不好随意走动 听完奶奶的话 连颂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脸上露出了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 实在值得玩味 而靠着菩提树推说醒酒的私命 听了奶奶的话 脸上的醉意瞬间消失 转而一副同连颂一模一样的神情 大约是心意相通的缘故吧 连颂在众神问个不休的时候 他扭头一看就瞧见了与自己同样神情的私命 连颂来了兴趣 走到私命身边 道 之前我以为叶华那小子喝醉了 就说了那么一嘴 谁知帝君却说 瞧着叶华的步子很有些章法 我原本不以为然 不过现在看来嘛 连颂没有说完 但是私命已经会心一笑 想了想 道 今日这栋房啊 是万万闹不得的有 连颂深深点头 深以为然 太成功 帝君 你就这样抱我回来 也不怕人家说闲话 凤九抱着帝君的腰 而帝君正惊悚的坐在那里拿着一卷书 谁敢说闲话 很平淡的一句话 不过说的也是很有道理 凤九不禁一笑 道 帝君 你在看什么书 东华帝君微微一愣 眼角又下垂去 看着这个此时只穿了两件轻薄裙子的小娘子 此时她抱着自己的腰 一双眼睛勾魂瘦破的瞧着她 帝君倒是猝不及防 她看了什么书 她自己怎么知道 东华帝君到底是没想到 向来在四海八荒几乎可以横着走的她 竟然有如此窘迫的时候 方才在给凤九喂醒神汤的时候 凤九那软绵绵 还带着温热的身子靠在自己怀中时 就已经让她备受煎熬了 但因为各种不成熟的原因 东华帝君只能随手拿了一本书 在喂完醒神汤之后掩饰自己的慌乱 可是很显然 这个小狐狸明显的撩人而不自知 她不仅不安安纷纷地躺着休息 反而过来抱着自己的腰 这也就算了 东华帝君毕竟是修行几十万年的尊神 即便是心绪再如何起伏 她也是能稍加克制的 但这小狐狸此时这样抱着她 一双眼睛又湿漉漉的带着水汽似的 还朦朦胧胧似是要将看到她眼睛的人 都拉入是这样红尘一般 这样原本就心绪不宁的东华帝君 瞬间施了神 即便是这样修行身后的尊神 在动了红尘之念后 也到底免不了一个男儿生 既然是男儿生 那么可偏偏此刻 东华帝君看的不是佛经不是心法 而是四命今早特意给凤九寻来的凡间画本子 不知四命是不是拥有精准的预测神力的缘故 他今早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既然东华帝君迎亲 凤九殿下又送亲 或许今日凤九殿下会在太陈公住下 或许会无聊也说不定呢 于是四命就颇具有前瞻性的找来了这些个画本子 原本是要放在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 可偏偏今日摸冤上神来得及早 一时之间四命应接不暇便忘了 自己随手放在书房暗读上的这些个画本子 间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场面 凤九见东华帝君迟迟不开口 心中也越发的好奇 于是便松开抱着帝君的手 又靠近帝君伸手要去拿帝君手中的那卷书 一看究竟 东华帝君这边刚刚才因为凤九松开了手而松了口气 谁知转而这小狐狸 便几乎半个身子压了过来 还要夺他手中的书 而他垂下散落的头发发伤 不断聊着东华帝君一直垂在腿上的手 弄得帝君很是难耐 哈哈帝君 你什么时候开始也爱看上了这凡间的画本子啊 凤九的调笑声在书房响起 东华帝君呢倒是对这件事并不在意 本着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宗旨 东华帝君老脸一扬 道 本君这是关心人间疾苦 凤九一听这话 笑声更大了 关心人间疾苦 这话帝君居然也说得出来 看不出来原来一本正经的东华帝君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如此活泼了 或许是因为房间内氛围太好 也或许是因为凤九有些小激动 又或者是因为屋外的天光逐渐暗淡 屋内不知不觉燃起了几盏烛火 总之此时帝君和凤九的脸上都有些微微发红 仔细论起来 还是凤九的脸更红一些 毕竟是男神仙 毕竟面对这样的角色佳人 即便是东华帝君也难逃红尘萧萧 看着近在咫尺的小狐狸笑得耳朵都红了 东华帝君再也忍不住 顺手撂下手中的书 一道紫光闪现 凤九还没反应过来 便已经被东华帝君牢牢压在身下 软他之上 房屋之中 烛火跳动 凤九脸红心跳剧烈 他吞吞吐吐道 地 帝君 东华帝君再无二话 情不自禁吻上了方才换他的那张唇 有淡淡的醒神汤的味道 有软绵绵的感觉 犹如一道深渊引得东华帝君不断往下掉 凤九此时更是凌乱 不仅仅是衣裳 还有心中 无端端的 他想起了从前在凡间陪着帝君历劫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有过肌肤之亲了呀 想到这里 他伸手主动抱上了帝君 他的手 他的唇 他的身体 无疑不再回应着帝君 而帝君却在凤九抱上他的一刻 突然慢了下来 停了下来 凤九睁开眼 看着眼前这个面色发红的神尊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